我年轻外号美女 一说美女 那谁都认识我 我就这么坦率 找媳妇不得吃饭吗 不得生活吗 那不得花钱吗 我啥都不要 结婚他得给我拿1000块钱 从见面开始 没离开别的事 就是一个钱字 我67 我72 我叔父的 你说虎我属羊以后 你肯定别咬我呀 要是我动大量 有吗 有有你 要接一遍吧 这小美女精神 多精神 一件人就心跳 一件人心脑跳了 感觉你这手也哆嗦 我的手也哆嗦 我的心跳 我的手也哆嗦 心可跳了 心脂秃秃 就像这里头有小号似的 这边来人来前面住这屋 我不跟他住一屋 谁来我都给他耽搁一屋 别不要上我的屋 你看我的人 这多些说的 咋找对象呢 为啥呀 我就是头半夜 我睡不着觉 我就后半夜睡觉 我就等十一点才睡觉 但是别人不懂骨球 一骨球 我又是适合 这也是干净 利索的 但挺能包容的 有含氧力的 还行 就能在一起睡 能能能能 这一点就瞅不上 我反过我心里肚定 不行做电话不给他 我有可能找不着 我有可能我找不着 刷钱 刷钱都刷疯了 刷钱都刷疯了 不上家呀 还有他人都不管他 那他刷钱 他哪来的钱呢 家里有点就起了 要不翻呢 翻那个你柜里头 看着存折也偷走了 看着钱也偷走了 就这样 开饭店前 我连堂黑带起早 早上还给孩子穿衣裳 还得熟识桌子 还得擦桌子 还得预复菜 还得上街里去买菜 你家的人还不找家 来人吃饭了吧 你妈来人吃饭 我得找人吃饭 谁给我被孩子包上 得要人给我抱我 我去炒菜 你这桌炒完再来人 我还得上来 你再给我抱一会儿 我还得去给买桌炒的 就那样开的这饭店 开饭店就你一个人呢 一个人一个服务员 服务员是雇的 11年死的 就得脑浴血了 就没吃过来 想找真心懂我的 包容我的 有事能给我 共同研究的 哥哥有房 有工资 得过3000块钱的 喝酒少喝点 别耍钱就行 大哥 我是这儿吗 你在家 大哥你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等你们呢 我都上楼了 敲你门你没有人 我在楼下等的 你上楼吧 在楼下等我们呀 哎呀那儿高 你上楼 哪儿想玩的 你根据我老头老派就知道了 啊咱俩还都差去了 你这为啥贴一个这个呀 贴广告 门都在看不着了人 啊 我这回 这个我这么不容易 清这宝告 提完之后就不过 人家人两个我 老伴儿老伴儿 谁信任我谁合适 后头这一点是感想 我呢 还照须 自己躺着没窝里 懵着没有哭 大哥 我看你这个窗户牌上 那还养了两盆花 嗯 我也不爱喜欢 这 还养着干不花 不爱喜欢 看出来了 你这花盆里这草长得你花茂盛啊 是不是啊 对 这里边的草都要被让你经过死了 你也没 你是不是不给他浇水啊 好天没浇 没洗衣扔 也不洗衣扔 老伴儿活着的时候这花是不是不这样啊 嗯 那让我伺候得好也是 看快手看手机 还玩手机啊 玩手机 天天玩快手 有的时候一休休看 都天亮了 我看着 有睁眼睛看着天就快亮了 玩手机对眼睛啥的也不好 是 是不好 我脚趁的 看这玩意是不行 但没啥意思 你原来是啥单位啊 粮油机界厂 天空 我们安装天空 除外套爱科研安装设备 完了挑事 现在退休金开多少钱 3200 没想过说得找一个啥样的人啊 身体健康的 有社保的 有医保的 年岁差不多就行 最好是吉林周边的 吉林市周边的 很紧张 行 好 那我敲门了 好 好 大姐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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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东西来啥呀 给你拿点肥股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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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脱鞋了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做一个自我介绍 叫姨也行 叫姨叫什么都行 年轻 叫大哥大姐也行 是不是 我叫姜铁剑 嗯 七十二岁 嗯 还什么呢 那就到这儿 不知道还什么 就到这儿大姐呢 我 姓历史的时候 叫石慧云 今年六十八 嗯 莫和勺 嗯 你好 你好 大哥有点紧张 大姐更是 我更紧张 这点特别我差异了 可不是啥的 我也是嘟嘟 外套爱科研一丑 我一瞅 我 不是我心中想象的 感觉 不是我的菜 哎 我就这么坦率 哈哈哈哈 这个 外表形象 素质 风度 都突突的话 咋整他这么几张 坐下吧 对坐下吧 坐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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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 想好了 找老伴得负责任呢 那我都不是 我就说这话都下回 都下走多少个人 他得供生活 那不牺牲那个 那不牺牲经济来源吗 能盯得住啊 整个 经济来源整个 那经济 你不得 你找媳妇不得吃饭吗 不得 不得生活吗 那不得花钱吗 那不得吃吗 想好 必须的 这个不用想啊 那你做过去 你就是紧直说说 你得能负担得起责任呢 啊 我吓唬他 为啥呀 担起担不起 那 谁要是说 你找对象 你可得负责任呢 他要试一个 男子汉 他就 说我担当起了 不得他就说 我不行 我别闹了 我不行 那你觉得担得咋样 他担当还行 自己吧 就是俩人生活在 将来在一起吧 能不能那样 俩人对公司都搁一起 不离爱好 我又不会 又不玩 我没那么想 我要找老板 他 我啥都不要 结婚他得给我拿一千块钱 我留个零花 你刚才不说你啥也不要 我啥也不要 我啥也不要 对我啥也不要吧 我是啥都没有 那俩人 你帮我拿一千块钱 俩人没过快兑 拜拜了 你啥也没有 给你当好年免费帮 你这你也不打啥呀 你要别人说没过快兑 你也给我拿钱来吧 我订保姆呢 订保姆呢 一千块钱多吗 你要请保姆的两三千 俩人提的感情 这处朋友嘛 老提前前的 听你 我什么像人家 拿个三万两万的 又有机会了 又有房贷了 我没有 但是 他说隔一块儿 这我不赞成 你跟大哥吧 从见面开始 没离开别的事 就是一个钱字 上来说能不能负责任 也是说的钱的事 然后紧接着说 那个在一起 说啥也不要 但是一个月给一千块钱 就伪着钱的事 绕了两个人在一块儿 是不是 你谈的是 那行 再绕一块儿 你白天都干啥呀 不干啥啊 就是在屋里门口的 钻码的 那那帮老头老太太 唠嗑 也不同意 我可以不去邻居上的 我不管那个 是 他说我也不同意 我 我能就是没跟人过 你跟人过人 你跟老头老太唠嗑 你大爷呐喊 你不是吃咸盐 何处咸的呢 是 那大哥说 你不同意 我就不去 那是说 他就行 他没了 心肠病没的 几年了 二年多点 二年不到二年进来 他是民事长的 当车工 咋的老大姐呀 嗯 没有啥 没有啥说的 没啥感想 一见我就不跟他闹 让他太尴尬 咱们都是人 都是走过来的人 他缺女人 我缺男人 你不能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 我得跟他闹闹 我得跟他闹闹 带他啥 那你不给人台阶 你下不来 我这就五六年 我这四五年 我老子 你瞅瞅我这个 我四五年前 我照着像 我年轻外号美女 一说美女 那谁都认识我 是 我的外号叫美女 不是这样 你瞅我这四五年前 我都没这样 你看看 是大姐 我是人变了 我心还没变你 那别 那你总不能找二十多岁的小虎 不能啊 那眼睛也不能这样 最近我在工地装饭之后 他们就是去东化了 工地就迟了 他们是不换我不能去 准备包饺子 没啥做的 就吃点饺子吧 那先吃个饺子 嗯 对 今天包的是 猪肉搁点 紫色的洋葱 因为紫色洋葱 是不是大了 吃点都远化血管 嗯 哎呀 还真找着了 好不好找啊这 还行啊 绿带的拎的啥呀 是给老太子拿点水果 哈哈 拿点水果 拿小绿带的装的 肯定是提前买好的 是不是 我接着往上买的 今天早上买的呀 哎呀 大姐 小门呢 我去看一下吧 大姐 哎来了 哎 哎 你好 你好 大哥给你买的水果啊 哎好 谢谢啊 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啊 哎 我叫李贵香 啊 我叫姜李念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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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嗯 我对大哥印象挺好 他人挺笨笨挺实在的 演员也挺好的 挺好 嗯 我对他有演员 就 心里头 就对他有好感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呀 有心动的 嗯 心动的 嗯 我印象是挺好的 大哥 你看看大姐这冰箱里边 老都过菜了 就等着说再找着伴跟他一起吃呢 嗯 真不少 哎呀 那不是吗 这里边三菜都有 有三菜 嗯 还有我自己 冻的有茄子 还有黄瓜 那种 过日人 绝对过日人 你看 前夏天的菜 大姐这个人吧 热不热情 热情 听说这个今天要乡亲 你看大姐给你准备啥了 你往厨房走 就包个饺子 哈哈哈哈 哈哈 大姐正给你包饺子呢 都还累了 包饺子 你看看 都包出来不少了 哎呀 有事啊 嗯 嗯 没包完呢 这一半 半年都没吃过 这样的 你会擀饺子吗 会 以后你擀饺子我包饺子 对 行 太好了 大家那帽子可以摘不 可以摘在这 可以 可以 那你这上衣得见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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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挺体贴 特别体贴 嗯 挺安动 心里蹦蹦跳 多大岁数行 问你多大岁数 问我多大岁数 我67 我72 我舒服我的 哎呀 你说虎我属羊以后 你可别 别摇我呀 哈哈 不摇 你身体还行啊 身体还行 没啥大病 身体行 身体没啥大病 但是大姐就一点 大姐耳朵稍稍有准备 但是大姐现在带着那个注定器呢 是 没毛病就是这耳朵稍微沉点 该给你看病给你看病 不行这些肉 那都无所谓 都吃过咋两 才会有咋好病 我有糖尿病 糖尿病打针打诺子灵的 你打一道树呢 一道树 糖尿病这事都无所谓点事 这个事就说 这都是国家公文 这玩意不能麻烦 照我家我给你看证来 那都不用 我一挺身看你说话 我相信这事都无所谓 他挺实在 因为他跟我说他有糖尿病 一般的人体就这个外表 有啥病人体 你看不出来也不说 没有病这事你介不介意 他糖尿病我不介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 腿脚 那个脚是不是走大 有点毛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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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是什么 那就挺好 你看我这人还行啊 哎呀 看这人还行 哈哈哈 你挺着急 上来还没能捞几句话 他同意我们就可以处处 往前走出 你为啥这么着急问呢 是因为觉得挺像中大姐吗 嗯 挺像中的 我信他要好好处 我也跟他好好处 那咱俩这事就算就说是 暂时 就说这么定下来了 行 啊行啊 我行 我特别感动 哈哈哈哈 这种话我特别感动 嗯 那围巾改不开了 好了开了 谢谢 哎呀哈哈哈哈 很好吃大哥 好吃 行不行 行 高兴 高兴啊 那我吃他做的饭 肯定等到我们俩结婚 一定请你啊 哎呀 那肯定的呀 咱俩结婚咱俩还办呢 不过怎么都行 你说着算 你以前有没有订婚照啊 就是结婚照那个 那都有 那你有啊 嗯 那我没有 还从照婚纱照行不 行 可以 啊可以啊 就这么幸福 高兴兴地度过晚点吧 对对对 你看看这俩人 多幸福啊 江大哥告诉我 相亲之后的第二天呢 李大姐就去家里看他 把他这饿死了 厨房啊 洗手间呢 全都给打扫了一遍 把那几盆花呢 也都浇了水 撕了肥 看着大姐忙活的身影 江大哥说 他的心里 也提多业活了 对生活的业情也回来了 以后的一人 他一定会和李大姐 幸福地走下去 那我们也祝福他们 二位能够白头到老 幸福永久 好了 感动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希望老铁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喜欢星空链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期继续精彩